摆着一个大哥使劲 耗的大哥没毛了就退网 前花光了再出来 摆着一个大哥使劲耗 他会撒娇的 他不光线上撒娇 线下也撒娇那种 把那个耗的毛耗光了退网 消失 前花光了又出来 他是线上线下一起来的 他不是光搞线上的 线下他也搞的 我不喜欢那个女人 那我不知道 他是 我说的线下是 线下都通过微信联系这种撒娇 我没说是卖的 不是卖的 他就是会联系 会沟通那种 哪里动不动哪去卖 那你现在的女的又不傻 卖个眼儿卖 能用一张嘴 就是发几个字就能忽悠到的 我凭什么 你别说他女人跟男人不一样 男人只要美女看得过去 是个女的看得过去 男人就就没事 他兴奋得很 女的看男人怎么说呢 他要选选的好吧 女人对没有感情的男人 说实话有很多他是不愿意接受的 你知道 都要想的动不动什么 那啥的 那啥的 不是那样的 好多都是通过就是 微信啊 聊啊 这样聊出来的 都很感情 想多了 现在 那种 好看 我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 反正 现在的都是精的 都很精明的 不会说是 像以前那么实在 以前还是真有 现在不会的 年代变化了 呀 时间没接呢 反正十五 八点钟 嗯 八点钟 今天终于把猴子给看到了 哎呀 在这里这么多天 其实那猴子这几天一直都在 只是我 没发现 没注意 终于把猴子看到了 也算是圆满 这一站住的还可以 说是猴子猴子猴子 看见了 终于看见了 那猴子一点都不好看 那毛都 哎 今天看我明天搬家来的 那毛都那个了 都都不顺 都是毛全都是乱糟糟的 而且是长的一点都不可爱 那我车 就在上面的悬崖上 剪视频 拍的不清楚 用望眼镜看的 用手机根本看不到 在悬崖上 嗯 野猴子 用那个望眼镜看的 嗯 嗯 那猴子还在叫喊 哦 那种叫喊 天刚麻麻黑的时候还在唧唧唧 现在是哦 那种 几只 我只看见三只 你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一个小猴子 嗯 嗯 嗯 这几天他们其实一直都在这里 嗯 嗯 你再翻开它 那 终于拍到猴子 看到猴子下山了 保护上去 咦 这是通过望眼镜看到的 在这树梢上 看到没有 诸位看到猴子 那 树梢上 这几个 在这里老乡一直说有猴子有猴子 其实好几次有动静 然后我都 我都听到那个山上有掉中 掉东西的那个动静 呃 然后没有仔细的去观察 这次是拿了拿了一个望眼镜才发现的 因为它颜色跟那个土一样 嗯 太接近了 不能放大吗 嗯 它如果在上不动的话 你根本就注意不到 嗯 很远的 我拉近了 这个清晰一点 猴子下山了 看到吗 有三只的 这里有一只 带着个小的 这是个小的 这是公的 这是母的 野生的 现在生活好像条件好了 在以前的时候 还有猎人来捉他们拿去卖艺的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也禁止了 不让人弄它 他们才能自由自在 一公一母 这里有个小的 在这边活动 因为这边你人住的地方特别近 现在他们没那么怕人 就是说 像以前的话 他们完全不敢下来 因为他们的同伴 经常在这里会被捉住 现在生态保护特别好 这猴子看着 没有鸡翅好那么可爱 但是他们 可能看着这些动物 在这大自然里面 自由自在生活 但是太远了 感觉挺好的 就感觉人与都可以相熟 太远了 嗯 在我